普京的秘密情人卡巴耶娃 26岁未婚生子被国家特工保护 如今却因为孩子长相酷似普京引发热议 那么普京和卡巴耶娃的绯闻是真的吗 接着个我们就来聊一聊他们两个人的秘密故事 了解普京的人们都知道 他对于自己的私生活隐藏非常深 但在2009年卡巴耶娃产子的消息 迅速在俄罗斯引起了轩然大波 其因是一家美国媒体的报纸头条的标题上 赫然写着疑似普京情人缠子几个大字 再加上有记者爆料 卡巴耶娃在医院缠子的时候 整个医院都被黑衣人给清空了 只留下了接产医生为卡巴耶娃服务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 卡巴耶娃是不是和普京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蹊跷的是俄罗斯主流媒体 竟没有一个人敢爆料这件事情 所以当消息传出去之后 大家都默认了卡巴耶娃生下的孩子 就是普京的私生子 而这件事情也一直被人当作 茶余饭户的谈资 后来卡巴耶娃为了孩子成长着想 不得不公布了自己和儿子的照片 这么一看 孩子确实和普京有点相似 不过卡巴耶娃却向媒体表示 孩子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无法告诉你们孩子父亲的名字 此话一出 大家再次提起了好奇心 而普京也在之后 对于私生子之事一直否认 但还是有些记者希望能够从卡巴耶娃和普京的相处中找到蛛丝马迹 那么就有人好奇问了卡巴耶娃是怎么和普京有交集的呢 这一切还得从2005年两人第一次相见开始讲起 那一年卡巴耶娃刚刚在雅典奥运会上拿到了个人全能赛冠军 成为了俄罗斯家喻户晓的体操女皇 而普京为了感谢这些运动员为国家带来荣誉 便亲自对卡巴耶娃授予俄罗斯国家奖章 在那次颁奖仪式上 普京面对这位年轻美丽的卡巴耶娃露出了笑容 而这一经历也被后来的媒体称为 普京与卡巴耶娃缘分的开断 要知道卡巴耶娃在俄罗斯体操运动员里 也并非是最漂亮的那一个 但为什么普京会对卡巴耶娃印象这么深呢 其实早在卡巴耶娃拿到冠军之前 他就已经名声在外了 有人说普京之所以与自己相如以沫30年的妻子离婚 是因为他的绯闻情人卡巴耶娃 2007年卡巴耶娃突然宣布进入俄罗斯政界 并且还加入了普京的俄罗斯统一党 不过最让人吃惊的是 卡巴耶娃身边根本没有政界人士做靠山 他怎么会这么容易成为了俄罗斯的国会议员 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他和普京的关系 毕竟早在卡巴耶娃还是运动员时 卡巴耶娃就和普京传出了绯闻的消息 不过在当时 这些消息也只是风言风语 根本没有实际证据来证明 而卡巴耶娃的入证的消息 再次让大众们意识到他和普京之间的关系 似乎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2013年 普京和自己相如以沫30年的妻子柳德米拉离婚了 当媒体问到普京什么时候再次组建家庭时 普京回答道自己已经有了一段恋情 我迟早会结婚的 当然普京说的这句话可能是为了堵住记者的嘴 也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毕竟普京到现在还没有组建家庭 2014年 有记者注意到卡巴耶娃在公开场合佩戴了婚戒 并且普京手中也带着婚戒 外媒认为 普京这是公开恋情了 但很快就被俄罗斯新闻部发言人佩斯科夫予以驳斥 称 这种传闻简直是无聊至极 2018年 卡巴耶娃来到瑞士秘密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一次她的身边依然有大量的导标在身边 而生父依然没有出现 见此情况 媒体就又开始争相报道称 这是普京的孩子 而俄罗斯总统办公室再一次否认了这件事情 并表示不会对卡巴耶娃生孩子做出任何回应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媒体发现 卡巴耶娃已经慢慢淡出了俄罗斯统一党 转而成为了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但还是有媒体认为 卡巴耶娃之所以离开人们的视野 是为了避免打扰普京的工作 卡巴耶娃到底有什么魔力 竟能把普京迷得神魂颠倒 这一切还得从卡巴耶娃小时候开始讲起 1983年 卡巴耶娃出生于前苏联加盟国乌兹别克斯坦 而他的父母都是运动员 卡巴耶娃从小就展现出了非同常人的运动的天赋 这也得益于他父母的遗传基因 三岁那年 卡巴耶娃第一次接触到了体操运动 而他也被厂上的运动员美丽的身姿所吸引 于是父母便将他送到了塔神杆体校训练体操 卡巴耶娃进步神速 已经能够做出超出同龄人的动作 但卡巴耶娃所在的地区位于苏联的边疆地区 这里的老师已经没有什么技术可以教给卡巴耶娃 如果想要学习更好的技术 必须要去到莫斯科进行学习 但卡巴耶娃的家庭经济条件很差 他的父母也不敢冒险去到莫斯科 1994年卡巴耶娃一家才来到了莫斯科寻找体操老师 每一个体操老师都对卡巴耶娃赞口不绝 但由于卡巴耶娃已经12岁了 错过了练习体操的黄金年龄段 没有老师能够保证卡巴耶娃经过训练之后能够出成绩 所以这些老师都拒绝了卡巴耶娃学习的请求 就在卡巴耶娃即将放弃之时 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老师伊莲娜 伊莲娜曾是前苏联时期的功勋教练 而伊莲娜之所以找到卡巴耶娃 除了看到他的体操天赋之外 另一个原因则是俄罗斯刚刚经历了苏联解体 国家运动员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俄罗斯便开始重新招收运动员苗子 虽然说卡巴耶娃已经12岁了 但伊莲娜相信卡巴耶娃能够创造出成绩 于是伊莲娜不顾他人的反对 坚持要让卡巴耶娃进入到俄罗斯体操对立 事实证明伊莲娜的眼光并没有看错 卡巴耶娃进入到俄罗斯体操队之后 便付出了超出成人的努力 并在之后的比赛里一鸣惊人 1996年到1997年期间 卡巴耶娃就拿到了四次体操国际青年组冠军 而他也凭借着过人的外貌和优异的表现 成为了俄罗斯体操界冉冉升起的新型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 卡巴耶娃更是拿到了全能赛个人冠军 俄罗斯人民便把卡巴耶娃封为体操皇后 卡巴耶娃除了训练之外 他凭借着出色的外貌拍摄了多部小电影 还在杂志上大秀自己傲人的身材 俘获了无数俄罗斯男人们的心 2005年 普京接见了卡巴耶娃等体操运动员 赞叹他们对国家做出了奉献 也正是这一次见面过后 卡巴耶娃就传出了和普京的绯闻 这也为之后发生的一切做了铺垫 至于卡巴耶娃的孩子生父是谁 我想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这些问题会随着时间而流逝 只会给人们留下无尽的猜测 那么你认为卡巴耶娃和普京的绯闻是真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你对卡巴耶娃的看法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